針對近日綠島發生龍王雕招獵殺事件 縣議員謝神鈺表示 希望縣府要求綠島區域會 多向當地居民宣導相關保育規定 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 並強調不光是保育 也要做好富裕 建議縣府提拨經費 賦予綠島鋼鐵交的豔餘 及設置謝磊狼道 其實有很多移民 都嚇了一大跳 因為這個是104年公告 保育的 這個東西是國際保育 但是台灣的公告是104年 到現在還有很多移民 他不知道那個羽是 是保育類 就是剛好恰巧他打上來 還好不是我碰到 因為 skin的一口氣 憋氣下氣的 他看到那麼大的羽 肢解反應就是 狩獵這種東西就是靠肢解 肢解打上去以後 等他拉上岸 知道是保育類都會來不及 所以這個如果不是 有廣為仙島的話 包括龍蝦 連我當議員的 我都不知道龍蝦 到底他的身長是多長以下 不能補貨 20公分 對 所以說我希望我們要加強 做仙島的工作 史朗浮潛區公共廁所 於104年新建完成 歇議員指出 才短短一年時間 公廁就已三亂不堪 入口處甚至被人封了起來 要求縣府與鄉公所協商解決方法 看是要委外管理 還是以擴大就業的方案處理 別讓問題繼續擺爛 今天看的新聞 卻是五天前的報導 歇議員表示 綠島說是地方頻道 就出現這樣的問題 要求國際處長 儘快與有限電視公司協調改善 對於綠島上有多間民宿 未取得合法經營 歇議員希望管理處 主動輔導業者完成合法申請 保障旅客及業者的權益 針對旅遊淡季 船班較少 造成綠島鄉民 有買不到船票的問題發生 歇議員詢問縣長 對於設置一艘綠島鄉公用交托船 有什麼看法 他需要票的時候 需要買票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買到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這個需求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民眾對民眾來講 我如果有方便 我如果買到票就好了 你的準是公準 或是民間的準 對不對就沒差嘛 那現在民眾當然他會 他會一廂情願覺得說 啊 跟你們這些準公司講的都沒效了 整期靠政府自己來 創實這件事 那這個政府 營運的這套船 就可以完完全全配合我們民眾的需求 可是真正這樣子可以長遠經營下去嗎 這個是大家必須要思考的 所以我想 我們在這個階段 不敢排除說 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公船這個方案 就完全不走 可是走公船這個方案 剛剛講到的 牽涉到的可能的問題 那些都要持續去評估 最後 謝議員針對綠島鄉民搭船補助津貼 要求官吕處長 儘快跟鄉公所完成相關條例制定 避免鄉民權益受損 以上是謝議員謝賢玉 總質詢問政內容 摘要報導 有股聲點真理 有案子公 好